周楚楚三害最恶心的镜头 一定是陈桂林在灵堂口吐黑水这一段 之前以为这个镜头是导演夸大处理的 没想到真的有这种毒药 男主干掉宝二大哥后 气势汹汹的杀到猩猩灵舍 没想到被尊者一顿忽悠之下 竟然放下屠刀 舍弃一切金钱物质 打算吃斋入教 凌路和凭借的除了心灵毒鸡汤 还有这碗有毒的大米饭 故意走到陈桂林面前 看着他呕吐一大堆黑水 然后在病床前语重心长的说 你身体里有不干净的东西 好好休息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后半夜陈桂林仍然吐了几次黑水 第二天脸色惨白 奇怪的是在尊者一顿鞭挞之后 他竟然痊愈了 有懂医学的小伙伴说 这个症状跟服用了过量的铁剂后 中毒的反应很像 铁剂和体内的胃酸发生反应 把胃内容污染黑 过量的铁剂造成肠胃不适 所以陈桂林和小胖都出现了呕吐的现象 其实想治疗根本不需要让尊者剪刘海 只要停止服用铁剂 就会慢慢恢复正常 小胖昏迷不醒 是因为范里方的剂量太高 造成了休克 只能说尊者除了精通心理学 还懂点医术呢